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AI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WNBA专员凯西恩格尔伯特的争议言论 这位专员在谈到社交媒体对球员的骚扰时 却轻描淡写了种族问题 导致了球员和球迷的不满 这一事件不仅揭露了WNBA内部的紧张局势 还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体育与社会中 对仇恨和歧视的零容忍有多重要 接着我们将转向流行音乐巨星泰勒·斯威夫特 他在Instagram上公开支持卡玛拉·哈里斯参选总统 并强调选民在投票前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斯威夫特的表态引发了广泛关注 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音乐家如何积极参与政治 并激励粉丝关心社会正义 此外 特朗普与哈里斯的总统辩论中 两位候选人对中国政策展开了激烈交锋 哈里斯指责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软弱 并强调美国在科技竞争中的重要性 这场辩论不仅是一场口水战 更是一场关于未来美国全球地位的深刻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充满风波和分歧的时代 社会正义和政治议题无处不在 最近WNBA女子国家篮球联盟 专员凯西·恩格尔伯特的一番话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成为了媒体和体育圈的焦点 而在另一个角度 流行音乐巨星泰勒·斯维夫特的政治表态 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再加上美国总统辩论中的激烈交锋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当前社会中 不可忽视的现象 WNBA的风波 在最近的一场CNBC访问中 WNBA专员凯西·恩格尔伯特 谈到了球员 在社交媒体上遭受的骚扰问题 特别是新秀凯特林 克拉克和安吉尔·里斯之间的种族对立 他将这种竞争比作1979年NBA的拉里、博德和魔术强森之间的早期对抗 认为这样的竞争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然而 许多球员和球迷对他的言论感到失望 认为他没有正式问题的严重性 安吉尔·里斯曾公开表示 克拉克的粉丝对他进行了网络骚扰 甚至发出死亡威胁 其他球员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指出 在比赛中对克拉克犯规后 自己遭受了来自粉丝的恶意攻击 WNBA球员协会 WNBA对恩格尔伯特的言论表示谴责 执行董事特理 杰克逊强调 这种有毒的粉丝文化不应被容忍 并要求立即采取行动 拉斯维加斯王派队的前锋阿丽莎·克拉克表示 这种情况的恶化让他感到失望 并希望恩格尔伯特能够更明确地表达对这些行为的谴责 纽约自由队的明星球员布里安娜·斯托尔特也指出 这种种族问题在运动中没有立足之地 并呼吁球迷们尊重彼此 支持所有球员 在面对批评后恩格尔伯特于社交媒体上 澄清了自己的立场 强调在WNBA或任何地方都没有容忍仇恨或种族主义的空间 尽管他试图平息风波 但许多球员和球迷仍然对他的初始言论感到不满 认为这反映了对问题的轻视 这场风波不仅揭示了WNBA内部的紧张局势 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展现出的竞争精神 应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而不是仇恨和歧视 球迷们的支持应该是积极的 而不是带有攻击性的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体育界 还是社会中对于仇恨和歧视的零容忍 是至关重要的 泰勒·斯威夫特的支持 在美国总统辩论后不久 流行音乐巨星泰勒·斯威夫特 在Instagram上发文 正式支持卡玛拉·哈里斯参选总统 他写道 我将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 投票给卡玛拉·哈里斯和蒂姆·沃兹 我支持艾·卡玛拉·哈里斯 因为他为我相信 需要战士来捍卫的权利和事业而奋斗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 也展现了他对于社会正义的关注 在这篇帖子中 斯威夫特还提到了 特朗普在8月底分享的AI生成图片 这些图片错误地描绘了 他和他的粉丝支持特朗普的竞选 他坦言 这让我想起了 我对AI的恐惧 以及散播错误信息的危险 这使我意识到 作为一名选民 我需要对我在这次选举中的实际计划非常透明 斯威夫特强调了选民 在投票前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鼓励他的粉丝 去了解候选人 在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上的立场 他的这番话 不仅是对政治参与的呼吁 也反映了他对于选举过程的深刻理解 在结尾 斯威夫特也 无子猫女签名 这是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范斯的评论的回应 范斯在2021年 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塔克·卡尔森的访问时 和拜登政府形容谓 无子猫女 并指责他们因为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而想要让整个国家也感到痛苦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许多人对斯威夫特的勇敢表态 表示赞赏 他不仅是一位音乐家 更是一位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公民 他的支持 不仅仅是对哈里斯的支持 更是对于所有关心社会正义 平等和人权的人的一种激励 斯威夫特的行动提醒我们 作为公民 我们都有责任去了解候选人的立场 并在选举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贸易和关税辩论 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二晚间的总统辩论中 唐纳德、特朗普和卡马拉、哈里斯 在中国政策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这场辩论由ABC新闻主持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特朗普在辩论中为他最近承诺 提高贸易关税辩护 这些关税包括对中国的10%到20%的普遍关税 以及60%到100%的额外关税 特朗普自信地表示 其他国家终于会在75年后 为我们为世界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而这些关税将是相当可观的 他还强调 他的政府从中国获得了数十亿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这让他对自己的政策充满信心 他指出 拜登、哈里斯政府维持了大部分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的关税政策 并表示 他们从未取消这些关税 因为这是如此庞大的收入 他们无法这样做 这将完全摧毁他们所设定的一切目标 特朗普还淡化了人们对他关税政策 可能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的担忧 他说 谁会面临更高的价格呢 是中国和那些多年来一直在剥削我们的国家 与此同时 哈里斯则强烈反驳特朗普的立场 认为特朗普政府 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相当软弱 他指出 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 他最终将美国的芯片卖给中国 帮助他们改善和现代化军队 这显然是指 当前政府加强限制 向对手出售先进半导体的努力 哈里斯强调 他基本上出卖了我们 而关于中国的政策 应该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中获胜 他进一步指出 这需要专注于与盟友的关系 投资于美国本土技术 以便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赢得竞赛 并支持美国的劳动力 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曾告诉 CNBC 特朗普如果再次当选 对中国的经济政策 将预计会集中在重税贸易关税上 相比之下 哈里斯则预计会更专注于 与美国盟友协调的针对性限制 这场辩论 不仅是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口水战 更是关于未来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深刻讨论 特朗普的强硬立场 和哈里斯的合作策略 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 无论最终谁能胜出 这场辩论都让人们对美国的贸易政策 和国际关系充满期待 结果 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 当前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从WNBA的内部紧张局势 到泰勒 斯维夫特的政治表态 再到美国总统辩论中的激烈交锋 无不提醒我们 社会正义和政治议题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关注和参与 这些故事的背后 是人们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是对未来美国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泰勒斯维夫特支持卡玛拉 哈里斯 这就像复仇者联盟中的鹰眼决定支持美国队长一样 简直是个天才的选择 哈里斯在法律和政治上的经验 无疑能让美国重回正轨 他的政策讨论 他的政策讨论总是深入人心 就像他在副总统辩论中的精彩表现一样 他的智慧和坚韧是无可挑剔的 斯威夫特支持哈里斯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个无子猫女 而是一个对未来有清晰愿景的领袖 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哈里斯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期间 他为推动LGBTQ权利 环境保护和刑事司法改革做出了许多贡献 哈里斯就像一位现代的女武神 准备挺身而出捍卫美国的价值观 哦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真是像在唱颂歌 哈里斯是女武神 别逗了 他在民主党初选中都没能走到最后 这可不像女武神的表现 另外 泰勒·斯威夫特支持哈里斯 就像让猫去支持洗澡一样 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哈里斯的政策能让美国重回正轨 这听起来像是你在读他的选举宣传单吧 而不是现实 他在刑事司法改革方面的贡献 他曾经是检察官 做过很多强硬的决策 这可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斯威夫特的支持更像是一种公关手段 试图用流行文化的影响力来博取选票 而不是实际政策上的考量 谢奇奇 你这话说的我都快以为你在参加脱口秀节目了 哈里斯在初选中没能走到最后 那是因为民主党内竞争激烈 强者如灵 他的经验和政策见解依然是无可挑剔的 他的法律背景使他能够在国会中有效地推动立法 就像奥丁之枪一样精确 而且斯威夫特支持哈里斯也不是什么本末倒置 这是他作为公民行使自己权利的一部分 他的影响力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到选举中 这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石 哈里斯的强硬决策 那是因为他想要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保护大众利益 他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有理有据的 就像福尔摩斯解决案件一样精细 楚天说 你这辩论风格还真是像个竞技场上的决斗士 哈里斯的法律背景固然不错 但他的政策见解可不是什么奥丁之枪 而更像是投掷血高少 他的所谓强硬决策 很多时候只是表面功夫 他的检察官生涯中 有些决策甚至被批评为对弱势群体的不公 斯威夫特的支持影响力是有的 但这不代表他的政治立场就合理 就像让粉丝们去吃草莓果冻 而不是用事实和数据来说服他们 民主制度的基石是知识和理性 而不是盲目的明星效应 哈里斯当选 难道就能解决中国问题 贸易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些可不是靠一两句流行歌词就能搞定的 谢奇奇 你这批评就像是把乐队指挥棒当作武器来挥舞 哈里斯不仅仅是个强硬的检察官 他在参议院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对于重大政策问题他都有深刻的见解 他的政策可以说是锤子 精确打击问题要害而不是什么雪糕勺 至于斯维夫特 他的支持确实能够引起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 这正是当前政治气氛所需要的 美国的未来需要更多参与和思考 而不是消极和冷漠 至于解决中国问题 贸易问题和经济问题 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但哈里斯的立场和经验 使他有能力与盟友合作制定有效的策略 他就像一个掌舵者带领美国在风暴中航行 楚天说你这形容真是让人捧腹 哈里斯是掌舵者 那他的船可得保险多买点 参议院的表现出色 别忘了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一直反复无常 像是个变色龙 斯维夫特的支持确实能拉动年轻选民 但这些选民需要的是实际政策 而不是明星光环 政治参与是好的 但如果只是追随明星 那未免太儿戏了 至于解决重大问题 哈里斯的策略未必奏效 他的经验也不一定能转化为有效的政策 他不是什么掌舵者 更像是个手忙脚乱的厨师 试图在大火中煮出一道完美的菜 美国需要一个稳定而理性的领导者 而不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政治家 VQ下话线1791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 TTS 立即登录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